前十个月,我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5.63万亿元,同比增长2.4%,其中出口13.99万亿元,增长4.9%,在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的大背景下,面对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发展环境,我国进出口规模总体平稳,结构继续优化,质量稳步提升,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,巩固外贸传统优势,培育竞争新优势, 拓展外贸发展空间,积极扩大进口,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,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,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,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,稳外贸,政策效应持续显现,中国外贸有基础,有条件,有信心保持稳重体质的发展势头,外贸成绩单来之不易,成色十足外贸情况怎么样,企业最有发言权,去年, 使瑞达自主研发的工程机械装备进入印度市场,今年又比评级家知名跨国公司再次中标